手上拿著平板電腦 一群人對著馬路仔細研究 這可不是市府單位交通探勘 而是在地里長與民間交改社團 一同研討改善方案 希望藉著參考其他國家交通經驗 對照出合力駕駛動線 讓市府單位做參考 降低交通事故率 考慮左轉車的需求 最好的方式就是你道路的中間 就預留一整條左轉車使用的空間 就像這樣子 這是日本的右轉車道設計規則 他們是靠左行駛 所以是右轉相當於我們的左轉 來自四面八方 關心道路交通安全的人士 所組織的社團 藉著蒐集先進國家值得參考的數據 研討出值得交改的方案 進而提報給地方政府 希望納入施工考量 而小港當地里長 由於交通事故頻傳 半夜聽到2號時都得起身處理 不時心中七上八下 頭痛不已 在知道有這個社團之後 非常開心 也積極參與 一同幫忙蒐集資料 期盼落實里內的交通安全 上次我們遇到一些交通問題的時候 我們反映給交通單位 但交通單位給我們的打付 並不如我們預期所做的這麼好 那所以很榮幸一任 這群就是關心台灣 陸權的一些民眾們 那他們很積極的收集 國內外的一些相關資訊 那透過他們其實你們會發現說 他們有很多好的道路設計 這些東西如果被妥善的 運用在台灣的設計當中 其實我們會 無形之中減少很多 必要發生的車禍 其實交通設計 它是一門國際的科學標準 那並不會因為國情不同 文化風俗不同 而又所不同 那交通改善的是要由三個意識構成 那就是由工程 教育跟執法 才有辦法去做交通安全的改善 那這個部分的話 並不是依賴駕駛自身的素質 反而是你要有正確的設計之後 駕駛的素質才有可能會提升 其實台灣並不是地下人種 而是我們很多道路的配置 都在浪費空間 那藉由我們這些 比較關心路權的這些團體 那我們就是希望推動 由國外現在比較先進的 標線的規劃的方式 那把它帶回到台灣來做推廣 不僅如此 市議員林宇凱也希望 多一些民間公民聲音督促 能讓友善優質路權更加顯現 那其實他們有些看法 是真的蠻專業 也有助於路口安全的改善 那未來我會覺得 這個方向一定是要持續推動的 讓民間有能力的人 一起進來參與 公共部門政策的規劃 才不會流於一言堂 或是說在思考上面 不周全的部分 可以透過公民參與的力量來解決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方向 交通動線規劃 優質與否關係到 所有市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交改社團也希望 能有更多人一同來加入 共同為新的安全來把關 記者張世民 高雄報導